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住这里面的 这都是租的房子 租的房子 去远面10年了 这个是哪半是吧 这是我住房子 保姆 现在你是有房子 没地方住还怎么呢 有一次就房子不进去 眼前这位茂蝶老人 名叫谢泽民 今年已是90岁高龄 一旁女子便是她请来的保姆 名叫王春兰 谢爷爷说如今她年事已高 她只想跟保姆回老家安度晚年 可儿子们却将她拒之门外 如今她只能窝居在狭小的出租屋内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那么老人与儿子之间 到底有着怎样的矛盾呢 好 我现在是这个要求 这个要求 第一 成份 你也除了过得要过 要处分这个大媳妇 要的礼服 好 小媳妇 大媳妇 学媳妇 然后呢 要把奸拉过的房子 花归给我插去 插去不没给她 插去也使她的 但是你有居住权 我也就是 我做好久了 我也落在那里 对 不也会被她 落叶归根了还是 不也会被她 夜外的孤怀 其他呢 要得一个三个字 不也欠老婆的话 要翻签四笔 老人家说 她的三个儿子 都是中学教师 家庭条件优越 尤其是大儿子 除了老家的房屋外 更是拥有 两套一百平米的楼房 可大儿子却坚持 不让自己住回老家 那么儿子 不让老父亲回家 背后到底隐藏什么呢 老人家决定 前往学校 找大儿子讨要说法 老人原本也是在这里教过书 可因为多年未曾跟儿子来往 她连大儿子的住处都已经忘记 经过一番打听 老人家终于找到了儿子的住处 她不顾自己九十岁高龄 一口气爬上了五楼 小老师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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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很迷惊 我这个问题很大了 你为什么现在这么 就只闭着 你这么老人这么远上来 你作为老师 怎么这么看出来 别人不是头屏 见到公公的到来 大儿媳异常的反感 她坚持不让老人进入家门 谢爷爷站在门外 一脸的落寞 那么大儿媳与公共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彼此间为何如此冷漠呢 这是一件很大的媳妇 他就这么多年 对你一个很大的媳妇 她不愿看到你了 她在外面叨厌 我就拼 zdję了它 那是好多年钱的事吗 好多年就是这个事情 现在你还是同老朋友们吗 谢爷爷说早在十几年前 大儿媳曾背叛了儿子 于是他便数落过大儿媳 从此大儿媳便一直对他耿耿于怀 难道说谢家大儿子因妻子的原因 而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老父亲吗 经过一番沟通 房屋内的大儿媳终于打开了房门 谢家大儿子大儿媳都是当地中学的教师 如今夫妻二人都已退休 那么作为教师的一家人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要闹得如此水火不容的地步呢 要房子住我的房子建成以后 给他住了十四年 他要房子住只问大儿子 大儿子是最苦的 为什么是最苦的呢 所以房子有几套了 你们这个房子有几套房子了 好像 原来跟他是最苦的 这是我跟他结婚以后 我们几套哪里有几套 这就是极致建的房子吧 这是学校极致的房子 哪里还有一套房子 我哪里还有一套房子 那今天拿的房子是八几年建的 他欺人害甚至的满 尤其是对我这个媳妇 千方百计要陷害我 要指我一使地 他这个要子 知道吗 他这个要子 大儿媳面对公公 他满腹的怨恨 他认为公公是在故意刁难自己 非要带着保姆霸占自家老屋 咱们都这样吧 都是一家人反正吧 他要给我拉死一家人 他要打死我 他说要我死 他这么大个年纪是什么 你问他了 他把小儿子家的电视机都砸了 把人家具都打了 门都打烂了 派出所的都说 您这么大年纪 怎么这么大脾气 你这大了是不是 他的孙女打架 他那么不高 跟女儿也打架 我打过你们 我是媳妇我开 我打过你们 我动过你的手 你咋了 你咋了 你为什么要 大儿媳说公公人老脾气大 动不动就打砸家中东西 不光跟自家关系不好 更是跟每个儿子都不融洽 双方一时间争执不休 整个房屋中也充满了火药味 听起来的 全坏坏坚决 拿去车 啊 妈呀不放着 我去三千百块 我 你 我 我 你 好了 我把团子拉开去 拿拿 在那 不生气不生气 好 拿 套你套他人家的关系 你把他撞回来 你算一个 一把一块就找一个女的 你这么决定 给我拉 拉��去 快扫进 满意是 满出来关系 满意关系 满意 反正是你把吗 别多 你去把他把他拿过来 老头子你拿什么 别拿 别拿 我忘了我就做了他去了 我就做了他去了 你忘了我忘了我去 你还做了 我都打开我们上去 我宁愿去做了 我宁愿去做了 来 冷静一下 你说干 这么吵干嘛 走走走 谢爷爷是对大儿媳积怨已久 他不停地指责儿媳 此刻大儿媳变得怒火中烧 对于公公的这种侮辱 他实在无法继续容忍 双方在你来我往的争取中 彼此的情绪都变得异常激动 你怎么能这样说 他把我网我的生日 是乃国庄 是不是 是乃国庄 你又跟你说 老人家他不亲爱你 你不要自己啊 我没人说你你休息 我又生了 我怕你干什么 不要这样 经常通常侮辱我 好了 不要 好了 不要 你打了把蜡蜢站出来 不要说这个话 你蜡蜢站出来 脑袋也不想 多想 多想 你干什么 我不玩了 你听到啊 冷静下啊 我不是啥我啊 你什么啥我啊 我不是啥我 我不是啥我 你再说吧 你来 让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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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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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忆下 不回忆下 再来 不回忆下 再来 他 此刻就变得更加的倔强 他不停地打杂着儿子家中的东西 大儿子夹在火爆的妻子与倔强的父亲之间 显得左右为难 大白怪的照片 下到个照片 来啊 那你就下到个照片 来啊 脾气都在 你打的问题 我们是要解决问题 不是要打架的 好吧 再冷静一下 不停地热吧 不停地热吧 冷静一下 不停地热吧 你实在解决问题 不是要打架的 不便他抓起 以前的事情 你要解决干嘛的 你要在 你实在干嘛的 这是他 这人来 我家里老板 你们这不就是 我给你吃 不吵了好吗 我给你吃 你说你把你吃 你干啥啊 你干啥啊 吃娃子掌控 把你的身体都放进去 好好好 坐着 吃娃子 就吃这个 你不要这样 我必须也干 好吧 你不是 啊 小姐啊 要去哪里面去陪陪你 好 别生气 老东西 我生气了 你都大时候有一个这么大年纪了 找一个女的有一个女的 还没离开就找一个女的 我在家头还带她去找一个女的 在这里跟女的乱搞 大儿媳临走前 他指责公公总是跟保姆 有着不清不白的关系 难道说 儿子儿媳反感老人 就是因为老人身边的保姆吗 谢爷爷如今人到晚年 他真的是想跟保姆住回老家吗 他跟那个保姆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你老婆跟那个保姆住很大呀 很大的保姆 他跟我们 我有四姊妹 跟我们每个人都有保姆 你这个爸爸出来跟你老婆 就是说他名声不好啊 还有别的吗 都没有了 主要的就是在那房子的保姆 是吧 对 你这房子以前是不是你爸爸买的那个地区啊 我拿个东西给您看 这个土地是我们大老地的 我们两个人 这是国土镇 那名字是你 这是我的名字 这是我大老地的 就等于是这个房子 现在所有人是你和老地 是吧 这是买地的女儿 地区 95年的时候就把地 你爸爸就把地给你了 这处理了 地是我 我大老地两个人 大儿子说早在1991年 老父亲为了支持儿子们修建房屋 便把老家的地 无条件地转让给了三个儿子 随后 兄弟便一起盖了两层楼房 后来大儿子也在城里买了房 老家房屋便空置了出来 而老人家也曾一直住在老家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原因 致使老人家离开老家 在外租房居住呢 原来 原来是让他住的吧 让他住的 一个人从91年 91年 住起 住到2002年 年后5年 住到2005年 一个人14个年头 他都是住在我那个房子里头 2000年我 3年我母亲过世 我母亲过世以后 他就找了一个保姆 从来保姆以后呢 我们 他现在说 他现在说房子是他的 他买了地 他进了房 大儿子说 母亲在没有过世前 父母一直住在老家 就当十年前 母亲过世后 父亲就不停地雇佣保姆 而且还背着儿女们 跟一个保姆办了结婚证 同时还扬言 老家房屋是自己的财产 难道说 老人是想跟保姆联合起来 霸占儿子的房屋吗 找了保姆呢 他有年纪住在我那个房子里头 后来他也结婚 他也跟保姆呢 办理结婚手术 那个先知的呢 找了保姆 这保姆 就想把这个房子来住 是那个女的打这个房子 不是 他也 他也 他本身 他碰到人 又跟人家讲 说房子是他的 第一次他买的 他也 拔建过那个房子 建了那个房子 跟他的后妻住 他说 我就说 我说这个房子 现在你还要过那个住 住不住 住了以后 你一说 现在你说房子都是你的 将来你过世以后 那个女的 他就会跟我来 真房子 大儿子认为 父亲跟保姆结婚后 保姆就有可能 会分自己的房屋 这才让他的老父亲 带着保姆离开老屋 那么谢爷爷 究竟是想回家居住 还是想要产权呢 那个保姆和谢爷爷 到底是什么关系 当然你的态度 现在这个房子的产权 你产不争呢 不是 产权不争 产权不争 对吧 我也学了 产权是他的 一生是他的 你现在就需要 我没有改变过 你现在需要 需要去住 世界里 他收了钱的 我了去住 他 我了去住 我查他们都发出 我把他发出 他说法也不发出 一下子又变化 他原来找了那个保姆 是限制的 他也说 他不结婚 后来他也没有 没有通知我们的 相亲姊姊妹 他也结了 结了结了 婚了 他跟这以前两半 现在是什么关系 现在相继的 他离得婚了 又离得婚了 他离得娘次了 跟这个老伴 跟这个老子 离得娘次了 结了又离 是的 大儿子说 因为老家房屋 面临拆迁 如今也没有房产证 在产权上 父子间还存在争议 虽然老父亲 已经跟以前的保姆 离了婚 但如今 老父亲又雇了保姆 他依旧担心 老父亲 会和这个保姆结婚 如果此时 接老父亲回家 那么老家的房屋 很可能继续面临争执 所以 大儿子坚持 不接纳父亲和保姆 住到自己的老家 现在他离得婚 离得婚 他还要找房屋 找个房屋以后 这个房屋会不会 又想 又想 那个房子的 我们就是说 给他找房子 在外面租 租房子给他租 我是他兄弟 出钱 是家庭 家庭 当时把钱 我的第一钱 都有问题 因为他被拿钱 别有问题 他们都愿意拿钱 就是家庭 虽然老人 斩钉截铁地说 不会和儿子 争夺房屋产权 可大儿子 却始终不愿 再去相信自己父亲 为了能让老父亲 有个稳定的住处 他提出 三兄弟 共同为父亲 租房居住 可倔强的老人 始终不愿妥协 难道说 老家的房屋中 还藏有什么秘密吗 谢爷爷当了 大半辈子语文老师 他跟妻子含辛茹苦 拉扯到了四个儿女 而且还把三个儿子 都培养成了 当地的中学老师 可以说 老父亲为了自己的家 付出了一切 如今人到晚年 他想要落叶归根 回到自己 曾经生活的地方 可就是这么 一点点的基本要求 三个儿子儿媳 都处处戒备 难道说 老人真的是想 住回老屋 重新跟保姆组织家庭吗 那么老人的 其他两个儿子 又是否能够 接纳老人呢 老人的老屋当中 是否有着 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和保姆之间 到底有着 怎样的关系 吃多饭 你给他 他蒙的以前 坐几狗来 将你坐三狗来 真是做个哪个 做个哪个 他不会 就是不会纸巢 不会洗衣服 他也不紧张 在外上 所以你做一个 那个有些也不满回 也不觉得 那你自己有老伴呗 没有 你也一个人是吧 嗯 你儿子就是反感 你找保姆吧 对吧 他在找 他想不找你 找个 我又会找保姆 他就是为了 我这个 世界的更事 世界前年 建筑 没想不不想 他想不确定 感谢过的 老人说 他每个月 拥有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 虽然有三儿一女 但身边却没有一个儿女 来照顾自己 保姆 是他自己花钱雇来的 儿女们都无权干涉 那么 他与之前的保姆 为何结婚后又离婚呢 老人 与现在的保姆 又是否会 再次组织家庭呢 三个月你的婚 不照顾你 为什么要离婚呢 她的脾气很不好 她的脾气不好 减少要外置 不照顾你 不管我的事 女生去世就十多天 女生去世到外面 到保姆 你到哪里 刹车 跟骨头来 跟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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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那时候 都得 竟然开始 一个月的事 跟他离婚 老人说一个月前 他与第二任妻子离婚 就是因为妻子 对他照顾不周 他才选择跟妻子离婚 如今他只想 回到老家安度晚年 那么谢家老二 又是否愿意 接纳父亲呢 随后谢爷爷决定 回老家找二儿子谈谈 这里便是谢爷爷的老家 一楼是大儿子的房屋 自从老人离开这里后 房屋便一直空着 他小伙伴的 家伙伴的姓叔 就是第一层 小伙伴的大学 二个老大 哦 第一层是老大 两间房子是吧 两个 这是你的啊 哪儿在家吗 三娘 哪儿啊 对 老大 好 来 进来 老大跟他矛盾好像挺大的 尤其大媳妇 不单单是老大 嗯 跟老三老二你也有 δ 什么房子呢 你都父子之间 这个大叔的他很有武断 嗯 交绳子是作风 哦 他他不管什么 他出来就是算 嗯 不能有厉害的意见 他儿子表示 老父亲习惯特理独行 从来不听儿女的意见 虽然家中 有一百多个平方的房屋 但因为跟父亲s 很难相处 他也不愿收留父亲 老二等于说是这么多房子 就是你接上你爸爸也不好接了的 是吧 不好接 老人家也能相处 能相处 我不是要吃 他们三人去吃啊 去放逐吃啊 做个放逐给我 我不想吃 我是有老人归丁 他是妈妈 老爸 他还三年半 有一个人欠医生带团 有一个人欠宝宝 都是我一个人负草 他们负草的先吧 那是哪个 哪个负草的 一个人欠十三个宝宝 十三个宝宝 成一个人欠十三个 都是我一个人负草的 老人家回想起自己多年 为这个家所付出努力 他百感交集 年轻时 他将自己一生的心血 都花费在儿女身上 可如今年老了 却遭到儿女们的嫌弃 难道真的是因为自己找了保姆 他们才处处设房吗 虽然儿女们口口声声说 愿意孝敬老人 但在老人心中却没有感受到丝毫的温暖 最终二儿子也不愿将父亲留在家中 我的想法就是老人家还是住在出租房里 这个房租费就由我三兄弟负责 由我三兄弟负责 老人因为他有退休的工资 他可以保护自己的生活 也可以请一个伯母 这个房租费我们就帮他承担 见老二也不愿收留自己 老人家只能选择默默地离开 难道说老人真的要老无所依独自在外飘舞吗 小儿子又是否愿意将年迈的父亲留在身边呢 随后谢爷爷决定前往小儿子家 小人不了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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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 这这上面是你戳的还是什么 这是你戳的 那个戳的 这上面是你戳的 谢谢 为什么要戳这个门 哎呀 那这些老婆婆 那就是谢爷爷 谢爷爷刚来到小儿子家 我们就发现 门上有许多老人家用拐杖破坏过的痕迹 那么小儿子如今又是否会接纳无处可去的父亲呢 半小时后 小儿子赶到了家中 2011年的时候 我考虑到了我这个父亲在外面租房租了 我感到很拨一不去 对 因为我毕竟是住儿子的吧 对 看到这个老父亲在外面租房租 好像这个油脑汗一样 对 我心里很过意不出来 我上面有个车库 后面呢我就 我就起轮把这个车库的简单了 装修了一下 好 这个搞好之后呢 在这个2011年5月26号 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 我就把我爸去接过来了 接过来呢 在这个最近两个月 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之内呢 相处得很好 没什么事情 他很好 他没问题 大时候呢 住了时间比较长了 就有 住口碰住了 他就发射发动了 小儿子家拥有一套150平米的大房子 三年前 小儿子见老父亲无处可去 便将老父亲接到自己的身边 让老父亲跟保姆住在楼下车库 但时间一长 小儿媳与老父亲之间 也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一家人之间的关系 也变得异常紧张 老父亲不愿受气 便带着老伴私自离开了这里 那你们现在就是你爸爸 这个地方还给让他住过 现在我到上面这个车库 已经租出去了 已经有人在住了 也不好住 对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如果再住这里来 我又怕他跟我老婆直接又吵架 又怕租出去了 以前的这个情况 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就很了 又是个麻烦事情 老大人你的想法是出哪呢 去老大那个房子里去 老家 谢爷爷见小儿子的车库已经出租 二儿子又没有多余的房屋 他最终决定只能住回老家 那么小儿子又能否跟大哥沟通 完成老父亲的心愿呢 所以这个老大的意思就是 只要这个老老人家 这个打电话 不给保姆来 当集合证 只住保姆的话 可以住那个地方 可以住他那个房子里去 已经让步了 老大已经 对 以前是这么说的 以前是这么说的 昨天打电话 大概收了这个意思 没距离收 小儿子表示 只要老父亲不再和保姆 重新组织家庭 大哥愿意将老屋交给父亲居住 如今一切的焦点矛盾 都指向了保姆 那么谢爷爷聘请的保姆 又跟老人是何关心的 三个儿子的担忧 就能否化解呢 你住那边呢 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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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睡这边是吧 可是我个房子 家家就睡那边 就是你 他们儿女就经常这么反对 说找保姆会结婚什么的 你照顾家家 没有这个想法吗 没有一个想法 因为我三十多岁 我去保家二年了 我是怕去大学 去大学 去怕学习 我宝宝他对我好 我去等一天 他也等一年 不后来我就不等了 这个意思 就是你以后 即使家家 让你一直照顾他 你也不会跟他结婚什么的 不结婚 他的孩子不容易 我给你等宝宝 我也不等 保姆说 自己照顾老人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根本不可能 跟老人重新组织家庭 为了不让老人的儿女们说闲话 平日里他除了为老人洗衣做饭 很少跟老人处在一个屋檐下 他与老人 只是简单的雇佣关系 你不打算再结婚了 我90岁了 我打算了 年年几十岁了 你还打算结婚吗 叫保姆 对吧 打算结婚了 不打算 谢爷爷的保姆向寻情小组承诺 他虽然已经单身多年 但是为了自己的儿女 他不会再和任何人重组家庭 如果谢家的儿女 反对自己照顾老人 他随时都可以离开 放弃这一份保姆工作 见谢爷爷执意要搬回老家居住 寻情小组找到了谢家的大儿子 进行沟通 希望大儿子能够让老父亲 先回家看一看房子 再决定是否让父亲搬回老家居住 那么谢爷爷的老房当中 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 老人为何如此牵挂老屋呢 这是你大儿子给你的钥匙 是希望你去看一下 因为你一直牵挂那个房子 好好好 谢家大儿子不愿弄的父子之间 反目成仇 他将老家钥匙交给了寻情小组 希望老父亲能先回家看看 那么 九年未曾居住的老屋中 老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牵挂呢 这是你以前做的盆里面是吧 嗯 这是我距离地上 是吧 这是老蚌的墙 老蚌的墙 哦 我坐下 我的老蚌呢 就是在这个墙上 哦 是在这个墙上 老伴就是在这个墙上 老伴就是在这个墙上 是在这个墙上 所以您希望还是回这个地方 嗯 也会 您给老伴那时候感情好吗 感情好 很好 很好 解爷爷的结发妻子已经离开整整十年了 可老人对老伴的思念一直念念不忘 他站在他和老伴曾经的床边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中 这里是爷爷的根 也是老爷爷魂牵梦绕的归宿 这是我的光彩 哦 哦 光彩彩彩彩彩 年木怀期 什么意思你木怀期 啊 年天光彩 怀念妻子 哦 写这个诗是吧 啊 这个诗 我去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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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文婢 拜报年年花在佛 知我哪鬼 谢爷爷一生从教两袖情风 专注于文学 妻子离去后 他整日忧思绵绵 不曾忘怀 悲痛之余 他写下诗词 缅怀妻子 如今一到茂蝶之年 老爷爷唯一的心愿 便是回到老屋中 直到终老 便是连这个光禅 怀念七次 怀念七次 所以您就质疑 一定要回来 我要回来 要回来 要落守在这个你们的地方 所以根本就不涉及到什么 给你儿女们争取财产什么的 没有的 我还要财产做现的 是不是 我死了以后 四五里的东西都没有了 谢爷爷一生淡泊名利 投身教育事业 除了将四个儿女抚养成人外 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丝财产 他曾在书刊中发表许多诗词 并获得过诸多殊荣 对于自身的晚年生活 他从未想过会落得如此地步 谢爷爷久久地处立在空荡荡的老屋中 心中泛起了无尽的思念 拎走之前 他还久久不愿离开 不停地凝视着老屋 老人家对这里有太多的牵绊 为了能让谢爷爷有个安享晚年的家 寻情小组带着老人来到了当地居委会 当地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得知谢爷爷的情况后 他们立刻安排了居委会的调解人员 前往老人大儿子家进行协调 那么老人能回到魂牵梦绕的家吗 吃饭去吃饭 踩着吃饭去吃饭 收个收酒 嗯嗯 我不是说不给他解决 我每一次他提出房子 我们都同意给他解决 随他去选吧 你选一个最好的房子都可以 选一千块钱一个月的房子都可以 我们每个人出三百多块钱 对不对 我给你解决 你按法律我给你解决住吗 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为什么要卖了我的房子 那什么目的啊 你肯定有目的了 是不是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老头子要花点的房子 对 一直要站住我的房子 就是从四八角度来说这个道理 因为我看了一下 他当个就是他土地使用证 每半房产证 还是不受保留保护 因为他那个合同是三个人一起买的 老门结婚 如果他 如果老人住进去的话 如果他也找个保姆人 那保姆跟他结婚 他肯定有财产继承权 也就是说他那个 那个上面写住 还是说明老头子还是有 对对对 当地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看过房子的土地使用证后表示 虽然谢爷爷将土地转给两个儿子 但因为文件并不规范 起不到法律效应 从法律上讲 谢爷爷还拥有老家房屋的部分产权 老人家也有权居住回老屋 那五个的财产就这一种 我现在不见了 我都不可能得几个省 几个月就下回了回去 得几个月就别个月就 这一模一嘎 就把我个财产嘎走了 或者嘎先 那我不可能嘎先了是不是 我里还有一点 就是生意 怕他同事哪个 那种子见不得 我今天呢 如果我做个头 做个头 那种家伙 那就是做行杀兄弟 这今天就要跟他点 在财产 真的要认识 整一顿识明 而且我加生意的 就会是发生的 那种家伙的发生 就跟着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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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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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跟着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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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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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提出一个折冲的办法 先将老屋房产进行公正 然后再接老人回家 这样双方的要求 产权进行公正呢 老人家究竟是想回老家居住 还是想要房屋产权呢 随后 当地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来到了谢爷爷家中 我之前去居了大居 我带了个宝宝 宝宝最不会打结婚战了 我爸是顶了 你顶死了 我还结婚了 还结婚了 双方最终达成了统一意见 在当地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安排下 谢爷爷跟儿女们 都来到当地的司法公正处 对于房屋产权进行公正 都说百善孝为先 孝亲父母赡养老人 这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谢爷爷已到冒叠之年 三个儿女不应该为了一套房子 处处为难老人 当你们都住着自己宽敞的小区 你们是否惦记过 出租屋里的老父亲 不管老人家在为人处事上 有着怎样的问题 但作为儿女 他始终都是生养你们的父亲 孝顺父母不能讨价还价 你们要用一颗真诚的尊老之心 切实的敬老之心 让老人快乐地度过晚年 欢迎回到由段妈妈牛肉 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 就给您讲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 辅人恶交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 由段妈妈牛肉 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